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我们继续玩玩者体验虎,今天有盘统上架 盘统在哪里,盘统定位为刺客 我估计对面肯定也是选盘统 可以看一下盘统单条盘统 我们这边的出砖我感觉选择一下选择第二套 第三套属于战士持续输出 它有防御的 我们先选择第二套 戴个斩杀 斩杀的话,它应该只是在本身本尊那里开始才有斩杀用吧 我们去单挑吧,看一下 果然盘统对盘统 因为今天是体验虎,昨天是13号更新 我不知道,13号我下午玩的时候它没更新 今天玩的时候才看到已经更新了 刚才在练习模式玩了一下,感觉还蛮不错 这下拿出来打 我们肯定是先加一技能了 是谁都知道先加一技能 要不要走前一点吧 走到塔下,对吧,开个一技能 然后直接开分身去打 复服来打 呦,它居然开这个技能 它先开的二技能 我们直接打他人了,怕他个鬼啊 我又不怕死了 我们先加个二技能 他分身要配合三技能 三技能以后有那个效果 两个分身对打 诶,瞬间飞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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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我这样上去升起好慢啊 诶,它怎么可以这么做 要按住吗 还在按住的效果呀 等下我们也去试一下 要试几了 这大招好像不好认啊 打的好看开这个 他先出的伤害 法则存在的记忆 就是被打破 这就打破平衡了 我操 感觉要真身在这边 经验值才会高啊 要不然经验值太低了 你特别是他这个 要在真身的二技能 这个伤害很高啊 诶,他怎么会做那么好 看他玩不太费韵啊 看来对方会亡啊 你看我这才第一次玩这个 因为因为我感觉在打匹配的话 绝对抢不到 他怎么做到的 他感觉他玩的比我六多了 这个这个大家互相伤害 这个技能都一样呢 看来 一旦分身打的塔 因为我没有 没有小兵了 直接被他清关了 我没有想起来 看来 这就是负虾伤害啊 没血了就飞飞了啊 如果伤害确实有点低啊 还没普攻击伤害高 可飞飞飞飞飞飞飞 哇他死了 这打起来更废事了我操 那我这个带涨杀还都没硬 因为人好像都不太近距离 他这怎么做到的 他那一下怎么做到的 他那把我抓起来好像感觉好痛的样子 还要站了不动可以啊 咱们吃点血咱们再来一次看一下那个分身的效果 我看我刚才技能没了 可以瞬间招回来 这打的好尴尬 大家都用分身打 可以啊站在这里不动之后 他就可以这样了 我刚才站着就动 所以说就会发生变 变 变我不想跳的结果 这怎么大喊你说 我刚才又动了 你不能点攻击啊 点攻击就不行了 点攻击就不行了 啊 可以这样子用啊 这个儿子都小朋友打不透啊 这样子打大家都好累 基本上匹配的应该都是 这个盘筒打盘筒 不对不对按错了 我现在人在哪里 怎么一进去就打我 还是要靠真身的大刀端还高一点 特别是真身的二技能 开什么分身直接上 直接拆下去 这个打我都不用 倒退 一倒退就是躲开了他的攻击 这打得挺辛苦的 这打得很郁闷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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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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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你妈的这个时候给我卡了 这时候玩如果卡一下 不会弹了 跑出去 这不做死吗 气死人了 找不卡 玩不卡 偏偏这个时候卡我一下 卡没了 怎么刚才卡了一下 我这不可以怎么运呢 他应该也卡了 还不动 来一个站着不动 会持续眩晕啊 这个时候配合团站的话 是非常好运的啊 咦 怎么飞回来了 打我呀 这牌也是大家都网络比较卡 打的不是很好啊 这打起来真的好累啊 你开你的风生 我开我的风生 大家都打不到真生 这能玩一个四季吗 你打不到我 我打不到你了 这把主要可能是往这方网络卡 睡觉 反正会是那个